韓星霸凌事件频穿 许多当红艺人被踢爆私下的形象 跟大众想象的很不同 APROR在2月底被前团员神猪的弟弟 发文揭穿当年欺凌神猪 神猪在团中受到孤立 让他得了恐慌障碍和呼吸困难 一度想不开 事件爆出后网友也挖出 许多过去的影片直呼心疼神猪 当红成员里纳恩因此被戏剧换脚 代言的广告也全掉光 不过经济公司力宝团体 再三否认神猪的说法 校园们也接连为自己发声 然而几次调查诉讼 玄珠和弟弟都是无嫌疑 APROR的付出也因此遥遥无奇 果然在今年1月底 团体宣布正式解散 而另一边被爆出 校园霸凌的穗珍 则在风波延烧了数月之后 黯然推出了爱德 报道者指控穗珍国中时期 代头妻离她的妹妹 还会抽烟喝酒偷东西 甚至勒索施暴 即使公司强烈否认校园暴力 而是和当事人电话争吵而被误会 崔珍发文也只承认了酬烟和吵架 然而之后演员徐信爱也接连发文 虽然没有指明到性 但暗示了和崔珍同国中的她 曾被对方霸凌 对此崔珍在度鉴定否认 公司也表示会搜证提告 然而过了半年后 8月公司就发出了退团声明 却没有对于霸凌给予完整交代 让粉丝无法接受 却也无可奈何 不过也有人从霸凌风波中全身而退 Tricus宣称被多名同学 控诉校园暴力恶行 专挑女神霸凌的她 以言语嘲笑戏虐同学 甚至还会骂别人没有妈妈 在第一个受害人发文时 公司为她澄清 还说会追究责任 引发越来越多受害人出面之后 才宣布要和当事员确认 并暂停活动 最后宣称和联络得上的部分 同学道歉取得谅解 之后便回归团体 另外还有EasyLia 被网友发文暗指霸凌 但并未被证实 Aping出龙也被爆料 但之后爆料者坦诚而依造假 移送法办 演员不会秀被多名受害者指控 即使公司始终否认 依然尚未付出 金智珠则是坦诚霸凌 连拍到一半的剧 都被直接换缴 在制作公司索赔30亿韩元 经纪公司也正式向她解约 等待一年就爆出这么多霸凌新闻 只能说大家真的要对自己的过去负责啊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